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笔》 靠打拼奋斗发财的凤凰男 能娶到白富美吗 这个在当今社会仍让很多青年困扰的故事 在近一百年前的这部小说当中 早已经上演过 1925年 29岁的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笔》 为我们揭开了这种爱情梦想幻灭的根源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最初发表时并没有多大影响 然而到了50年代以后 它逐渐受到重视 最终使得菲茨·杰拉德一举登上了 20世纪文坛的显要地位 这部真实在线一战后美国社会的小说 让美国人第一次对自己的文学 产生了发自心底的自信 之后小说反复再版 几乎落扬只贵 还一度成为美国高中和大学的必读书目 1998年 美国现代图书馆将其评为 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2005年 在时代周刊评出的 百版最佳英文小说当中 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第二位 仅次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而后它又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5剧2013年由莱安纳多主演的同名电影 更是让这部小说闻名世界 那么同之前出版的《夜色温柔》一样 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也是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菲茨杰拉德家族的祖上曾经很富有 但是到了父亲那边已经家道衰落 他是靠外祖父的资助才读上大学 因此一直很自卑 18岁 菲茨杰拉德与一位富家千金相恋 然而这段恋情最终因为阶级的差距而遭遇了花铁卢 因为女孩的父亲告诉菲茨杰拉德 穷人家的男孩不应该想着娶富人家的女孩 这句话成为菲茨杰拉德的耻辱印记 后来被他记在日记上 恋情失败后菲茨杰拉德对于上流社会的感情变得更加矛盾 一方面他迫切想要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 期待自己的努力能有回报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对上流社会的势力产生了极大的厌恶 然而不久 菲茨杰拉德遇到了另一位来自美国南方的富家女 也就是后来成为菲茨杰拉德妻子的泽尔达 当时菲茨杰拉德依旧是一个穷小子 为此泽尔达三番两次要取消与他的婚约 直到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小说 人间天堂大获成功之后 他才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迎娶泽尔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 菲茨杰拉德将这些经历和情感融入其中 小说背景设置在美国的二十年代 这是一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 年轻人都怀着发财梦想 纷纷投身金融业 希望一夜暴富 娶富家女子进入上流社会 主人公盖茨比便是这群追梦青年的代表 他出身平凡 却与富家女戴希相恋 为了能够迎娶戴希 盖茨比在外奋力打拼 努力积累财富 但是事业有成之后 却得知戴希已经嫁给了上流社会的汤姆 这盖茨比便化身神秘富豪 搬到戴希家的对面 不断的举行豪华宴会 最终成功地赢回了戴希的芳心 但是戴希在得知盖茨比的真实身份后 毅然弃他而去 可怜的盖茨比还替戴希背了车祸的黑锅 最终无辜丧身他人枪口 小说描述的虽然是一百年前的美国社会 然而 那个执迷于爱情梦想的盖茨比 他遭遇幻灭的人生悲剧 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甚至超越了国界和语言 成为世界知名度最高的美国小说之一 小说的叙述者是青年尼克 毕业之后他进入了金融行业 从事债券工作 租住在纽约西卵的一栋小房子里 他的邻居正是小说的主角盖茨比 在尼克眼中 盖茨比是一个神秘的百万富翁 不仅坐拥广阔的庄园 城堡式的豪宅 还有一大片私人海滩 家里还常常举办奢华的宴会 香槟酒会 海滩沐浴 摩托艇不断地破开水面 滑水板穿行在浪花之上 盖茨比的私人车马 劳斯莱斯一趟趟运送着客人 无数新鲜的水果从纽约运来 巨大的榨汁机可以轻而易举 榨干上百个橘子 这一切引发周围人们的密切关注 街头巷尾谈论的全是盖茨比 甚至还有记者来采访他 但是关于他的真实身份 众人仍是一头雾水 有人说他是远来的王公贵族 继承了巨额的皇室家财 还有人说他在牛津流过血 来自上流社会 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一个罪犯 曾经杀过人 然而 尼克却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比如他常常在晚上 看到盖茨比先生 站在自家门前 对着海湾对岸的绿光 伸出两只颤抖的胳膊 这河对岸是东卵区 尼克的表姐戴希 也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 就住在那儿 这个神秘的富翁到底是什么人物 小说慢慢解开盖茨比的身世 原来盖茨比原名詹姆斯卡兹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因为自小认定有远大的前程 他改名为盖茨比 意思是God's boy 即上帝之子 他极为自律 勤奋 盖茨比的生父曾经展示过一张 儿子的日常作息时间表 上面写着 早上六点钟起床 然后分时段严格规定 举杠铃和攀岩 学习电器等知识 工作 棒球和其他运动 练习演说术 提升创造力的详细安排 与此同时 盖茨比还在下面列了定下的目标 比如别再浪费时间 别再抽烟 每周阅读一本书刊 更好的对待父母等等 一战爆发后 盖茨比加入了军队 并在驻扎地与富家女戴希相连 这段恋爱经历 让他从此下定决心要成为富豪 因为这样才能有资格迎娶戴希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盖茨比踏上了寻求财富的道路 一战后的美国进入了经济繁荣期 似乎到处都潜伏着发财的机会 穷光弹暴富的神话 鼓舞着美国普通青年 盖茨比便是当时这群美国青年的代表 他们出身平凡 但是希望通过努力积累财富 那么盖茨比是通过什么 来实现致富梦想的呢 小说《隐晦》的透露处 是通过贩卖私酒等行的 1919年 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 通过了禁酒法案 于是整个20年代成为禁酒时期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 酒似乎是禁不住的 私酒商便应运而生 他们借此大发横财 甚至还产生了一批黑社会团伙 盖茨比便是借贩卖私酒 积累了财富 但是 戴希却等不及盖茨比了 当萨克斯又吹起来 当鲜亮的面孔和金银舞鞋晃动起来 戴希抛开旧情 开始频繁与男人约会 并且在第二年 与富翁汤姆结了婚 汤姆出身名门 毕业于耶鲁大学 是地地道道的上流人士 他们的婚礼隆重豪华 汤姆为一百位客人 包了四节火车包厢 在最豪华的莫尔巴赫饭店 租了整个一层楼 还送了戴希一串 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 作为订婚礼物 但是 就在婚礼前一晚 戴希收到了盖茨比寄来的一封信 这让戴希陷入了一阵挣扎 她喝得烂醉如泥 哭着翻出那串昂贵的珍珠项链 对闺蜜说 我改变主意了 不打算和汤姆结婚了 这条珍珠项链是谁的 就还给谁吧 然而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二天 戴希还是和汤姆顺利结了婚 婚后 戴希很快发现 汤姆到处碾花惹草 她的闺蜜甚至亲眼见到汤姆 和酒店女招待偷情 戴希的女儿出生不到一个小时 汤姆就不见了踪影 戴希不止一次跟表弟尼克抱怨 我真是受够了这种生活 那正是为了让汤姆摆脱情妇 他们一家不断搬家 辗转了几个城市之后 回到芝加哥 最后来到了现在的东卵 但是搬到东卵后 汤姆还是不安分 他又找了车行老板娘 威尔森夫人做情人 尼克终于明白 原来盖茨比的那些疯狂宴会 都是为了吸引戴希的注意 可是盖茨比的宴会 持续了整个夏季 他都没能如愿地在宴会上 见到戴希的身影 盖茨比便恳求邻居尼克帮忙 邀请表姐戴希到家里做客 这样他和戴希就能够重新碰面 又不至于太突兀 尼克被盖茨比的执着所打动 他答应帮忙 盖茨比很高兴 为了安排好与戴希的会面 他特意让园丁来修剪 尼克家的草坪 甚至送来了一个华丽的温室花房 到了约定那天 盖茨比提前两小时就到尼克家里 然而当戴希到达时 盖茨比却从窗户里跳了出去 然后装作刚刚才到的样子 重新进来 终于他站在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 戴希面前 此时盖茨比像换了一个人 紧张不安的像一个小男孩 他还心神错乱的 弄坏了尼克家的钟 但是当终于和戴希 开始正常交谈之后 盖茨比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简直是光芒四射 一种新的幸福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冲涩了那间小屋子 盖茨比随后邀请戴希到自己家中 可以说他等了那么久 终于找到机会 向戴希展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那广阔的花园 气派的别墅 以及房间里的奢华陈设 一路上盖茨比的眼神 从来没有离开过戴希 他仿佛是在根据戴希的反应 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重新估算了价值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戴希而存在的 在中世纪风格的走廊里 古典的音乐厅里 古色古香的卧室里 在纯金的梳妆用具 色彩缤纷的鲜花 堆成衫的精美衣服面前 戴希目不暇接 他突然像憋了很久似的 把头埋在成堆的高档衣衫当中 嚎啕大哭起来 盖茨比等待了五年 此刻起 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爱人 盖茨比就像希腊神话当中的 伊卡洛斯 他用蜡沾上一段翅膀 像追逐这太阳一样 竭尽全力的去追逐 他的爱情和梦想 为了防止人多口杂 盖茨比索性更换了一批仆人 只为能和戴希 安静的相爱相守 与此同时 他也努力融入戴希 所在的上流社会 参加他们的院会 也邀请戴希和汤姆参加自己的宴会 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变得和汤姆一样 甚至比汤姆更有资格配得上戴希 但是他始终逃不出汤姆的鄙视和嘲笑 在一场聚会上 汤姆故意发难盖茨比 说盖茨比先生 我听说你上过牛津 盖茨比有些难堪 因为他只是在军队时 被派到牛津进修了几个月 他只好回答道 是的 我上过那 汤姆接着穷追不舍地问盖茨比 在牛津的具体年份 盖茨比只好解释道 是1919年 我只待了五个月 所以我从没有自称是牛津高材生 当戴希听出汤姆的讽刺一味 劝他自制时 汤姆仗红了脸说 自制 难道我要对一个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无名鼠背 跟自己的老婆调情 装聋作哑吗 原来 汤姆已经知道了戴希 与盖茨比之间的关系 这时 盖茨比不顾戴希的阻拦 大声对汤姆说 戴希从来没有爱过你 他当初嫁给你 只是因为我穷 但是在他心里面 他还是只爱我一个人 盖茨比说 这五年间 他和戴希虽然没有在一起 但是他们心心相印 汤姆开始还怒气冲冲 听到这句话 他反而放松了 令盖茨比无比坚信 和自豪的心心相印 在汤姆看来 太一文不值了 他很清楚 戴希最看重的 还是财富和地位 他指着盖茨比 对戴希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和那些走私贩 合伙开连锁药店 其实干的就是贩卖 私酒的行当 他不过是一个私酒贩子 根本不是什么社会名流 而且他可能干的 还不止这些 我认识一个伙计 还因为帮他干活 而进了监狱 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还干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 听到这些 戴希已经吓得目瞪口呆 盖茨比转向戴希 徒劳费力的解释 但是他没解释一句 戴希就往后退一步 原来盖茨比的巨额财富 是靠贩卖私酒得来的 这些信息 对戴希的冲击太大了 从戴希惶恐的眼神当中 盖茨比看到 不管戴希之前 想离开汤姆的勇气 有多大 如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聚会结束后 心烦意乱的戴希 开车撞死了汤姆的情人 即车行的威尔森夫人 当人们在纷纷猜测 谁是肇事者的时候 盖茨比替戴希背下了罪名 默认是自己开车撞死了人 与此同时 他整晚魂不守舍的手 在戴希家旁边 唯恐汤姆会对戴希不利 然而此时 戴希并没有感恩 更没有替盖茨比担心 他正坐在豪华的餐桌前 静静地听着汤姆商量对策 汤姆虽然出轨了 但是情妇已经被撞死 戴希虽然和盖茨比 有了婚外情 但是此时 他已经回到了汤姆的身边 这对上流社会的夫妻之间 算是扯平了 由此 他们只要把车祸 推到盖茨比身上 两人便可以将一切的过错 撇得干干净净 小说到了尾声 盖茨比守在电话机旁 等待戴希的消息 期盼着戴希能够离开汤姆 投入他的怀抱 可惜他没有等来戴希 却等来了为妻子报仇的威尔森 在一声枪响之后 盖茨比死了 象征着理想的爱情 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 凶手威尔森也引诞身亡 小说里的东卵和西卵 原形就是纽约东南部的长岛 戴希和汤姆所居住的东卵 极指东区 这里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居住区 建筑风格豪华典雅 代表的是殖民时期发家 且根基稳固的老纽约资产阶级 盖茨比居住在西卵 他修建的是富丽堂皇的现代风格别墅 代表了新一代资产阶级 作为新妇的代表 盖茨比无法进入东区的世袭领地 也从来没有被戴希和汤姆一群人真正接纳 戴希具有享受奢靡上层生活的外在条件 长相迷人 声音动听 热情而妩媚 在与盖茨比初次相遇的少女时代 戴希确实亲信于盖茨比 盖茨比的轻轻一吻 就让她立刻像一朵鲜花般绽放了 在盖茨比离开前的最后一次相聚中 她恋恋不舍 期待着盖茨比归来 但是 她周围的环境 她的阶级属性 决定了她只能等待一年 即使她在结婚前夜 因为盖茨比的一封信而鸣钉大罪 嚷着要退婚 但是最终 她戴上了35万美元的订婚项链 结束了爱情幻想 向自己身处的时代和阶层妥协 盛大隆重的婚礼 填补了她内心的缺失 在这种物质婚姻当中 戴希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人受着汤姆的背叛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是个漂亮的傻瓜 可以心安理得 毫无追求地享受繁华 当盖茨比以富豪的身份 重新再次出现时 戴希也动心了 甚至有了离开汤姆的冲动 但是她给不了盖茨比 期待的理想爱情 她对盖茨比说 你要求的也太多了 我爱我的丈夫 我也爱你 戴希出身名门 住惯了富丽堂皇的大房子 高标准的物质享受 已经成为了她根深蒂固的习惯 对她来说 衡量婚姻的标准 就是财富和社会地位支撑着她的物质生活 而对爱情的需要 一定是排在地位和金钱之后的 所以在得知盖茨比 只是个靠走私发财的泥腿子之后 她自然回归到 与汤姆的门当户对的 适合自己的安全婚姻中 至于汤姆 她只是将戴希当作一个摆设 自己则在外面花天酒地 她自负冷漠 对尼克从事的债券业务不屑一顾 认为她的合作伙伴不值一提 面对盖茨比 更认为她就是一个无名鼠辈 一个卑鄙的走私犯 她将女人视为玩物 对情妇有不如意就扇嘴罢 对于自己出轨 她则振振有词地说 我爱戴希 偶尔我也荒唐一阵 干点蠢事 不过我总是回头 而且我始终是爱她的 她将人命视为草劫 当尼克质问汤姆嫁祸盖茨比 她又是阵阵有词地说 当时威尔森拿着枪啊 要是我告诉威尔森事实 那我就完了 对于情妇威尔森夫人的死 汤姆也只是装腔做事地 说了几句怀念的话 正像小说当中所说 上流社会的人 只会自私地逃避责任 他们搞砸了事情之后 就会躲到金钱 和上流社会的盾牌后 展现出一副 漠不关心的冷酷面孔 然后让其他人去收拾烂摊子 汤姆就是当时 上层社会的典型 他有稳固的社会地位 和经济地位 他丝毫不用担心后路 略施手腕便保全了自己 让盖茨比送了命 在小说中 当人们在灯火辉煌中 做着机身上流的美梦 菲茨杰拉德却在一旁 冷冷嘲笑着他们 以尖锐辛辣的笔调 展开了上流阶层的 另一幅画面 势力浅薄与尔虞我诈 如同流行病一样感染 侵蚀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时代 只有汤姆这样的人 才能在纽约这块精神沙漠上 继续生存 而盖茨比 面对的只有理想幻灭的命运 盖茨比 从一个贫寒的军官变成富豪 而且从穿着到谈吐 从学识到家产 都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他的豪华宴会也吸引了各界名流 连戴希都要感慨 我从来没有结交过这么多名人 他努力向戴希靠路 向上流社会靠路 但是他与这个时代是格格不入的 豪华的宴会 狂热的拜金主义 并不是盖茨比的最终追求 汤姆的自私自利 冷酷残忍 他也是完全学不来的 他不会在车祸后转身就走 留下摊子给别人收拾 盖茨比的死亡悲剧 与当时自私而冷漠的上流人士 和当时的物欲社会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云云众生之中 故事的叙述者尼克 头脑是最清醒的 他也很清楚 像汤姆那些锦衣玉食的富翁 往往也是些精神乞丐 而盖茨比之所以了不起 在于他对爱情理想的坚守 在当年的戴希 已经抛弃爱情 转向上流社会时 盖茨比依然追求着 少年时代纯情的爱 在这种爱情面前 他奉献了自己的所有财富 甚至于生命 而那个映照着旧时代的绿光 则是盖茨比的希望所在 是他所守望的理想爱情的象征 尼克正是在为了不起的 盖茨比唱响晚歌 为作者菲茨杰拉德代言 可以说盖茨比的死亡 也使得整部小说 更具有悲剧性 美好事物终将逝去 而自私卑鄙的上流社会 却得以延续 正如在小说结尾 尼克再次来到盖茨比昔日的别墅当中 回忆和怀念这个执着于梦想的青年 盖茨比不知道他的梦幻 已经把自己抛在这个混沌的城市当中 他依然相信支撑着自己理想的绿光 相信已然渐渐远去的未来 他想跑得更快一点 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 他看到那改变命运的梦想仿佛就在眼前 他相信总有一个明朗的早晨 他可以抓住那道象征着美好未来的绿光 小说结束于一句意味深长的描绘中 于是我们奋勇向前 好比溺水星舟 不停地被水浪冲退 回到了过去